酥炸蝦捲熱騰騰上桌 撒上辣椒粉更加提味 不過因為蘇丹宏事件 現在大家聞辣色變 店家也忙著自清 客人會說會有疑慮 但是我會跟客人解釋說 我們的辣椒會去找原路料 然後自己找中藥行 然後來製作辣椒粉 不只燒烤店連麵攤 原本就是用生鮮辣椒 自己炒自己做辣醬 現在也都加強標榜 讓客人安心 店家不敢採用進口辣粉 就怕客人有疑慮 不過衛福部20號公布 開放讓民眾當吹哨者 只要發現有店家 使用的辣粉顏色怪怪的 就可以向地方衛生局檢舉 衛福部說可以開放民眾 減肥店家 我不知道 不知道可以去下去嗎 通常依我們的判斷的話 是很難去證明 就是一定要化驗才有辦法 店家都改用國產 或生鮮辣椒自製 而中藥行生意也意外變好 白胡椒粉還有黑胡椒粉下去 加入六到八種中藥材 調味後現炒中藥行 販售的胡椒粉辣椒粉 因為蘇丹宏事件 上門購買的客人變多了 業績成長五成 有增加連我們賣胡椒的 打好的原料的胡椒粉 黑胡椒粉白胡椒粉 人數也增加滿多的 小數補充中央從上游往下激查 地方衛生局則從下游產品 到原料端查核 現在開放民眾投訴檢舉 人人都成了稽查員 劍紅就檢舉 補足史安旺 TVBS新聞廠從米 雲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